大家好 今天是2019年的2月17號 在之前我們跟大家介紹過虎頭蘭 今天我們剛好爆花開了 我們讓大家看一下花開的情況 那順便介紹其他的虎頭蘭 一併讓大家欣賞一下 那虎頭蘭呢 我說過他的花期就是在 1月2月 當然有的會比較早 有的會比較晚一點 1、2月有時候會開到3月 像在2月中剛好盛開的時候 那有的還沒開呢 有的可能會在3月才會開 像這個 這個可能會開到3月 那這個虎頭蘭根據我們的紀錄就是 花期大概一個月 從第一朵花開到最後一朵花洩 頂多到一個多月它就有洩了 那這次我刻意保護好一點 我有把它移到室內去 看看會不會撐久一點 然後再做紀錄觀察看看 那我現在呢就是拍給大家看 這一批呢 我當時呢就是 就跟大家說這個虎頭蘭呢 就像這個樣子 那你如果養的虎頭蘭夠多的話呢 那做一次開 這種感覺就像這種花很聖爆開的感覺 那虎頭蘭很大的特點就是花多大 再來呢就是它的那個花包很多 25到30株 以這目前來看大概25株左右 這一串 那這一串呢我算一下 2 2 4 6 8 10 12 14 16 18 20 22 23 這一串才23朵啦 所以大概這個可能估計在23朵花左右 那有的多的話呢 可能有機會到30 那可能不是這種品種的 要另外一個細質的 那我們去換其他顏色的來看看 我們近距離拍給大家看一下 給大家欣賞一下 這個是白花的虎頭蘭 好我們換其他的花色 我們現在眼前看到這株呢 是紅色的虎頭蘭 這一株呢很奇怪 這個品種的虎頭蘭呢 它很奇怪 它很容易下垂 彎枝卵枝 那這一串呢 這一盆呢 看起來 苗很多 但是卻只開了一串花 今年 今年不知道為什麼 它是不想開花嗎 照理說 它應該也是會像剛剛那樣 白色虎頭蘭一樣 照理說這盆應該要開很多花的 那今年不知道為什麼 就只有開出 就只有開這一串而已 而且還下垂 那 這個 如果你如果 不希望它下垂的人呢 你也可以考慮 拿個枝條呢 把它撐起來夾著 那 其實有些人會喜歡 就是隨便它 下垂下垂它也很好看 那有些人就會 那會下垂的呢 有時候 你就可能需要 這個盆子需要買高一點的 因為這樣垂下來呢 會有一種垂下來的美感 那我們再換另外一株 我們在之前呢 有跟大家介紹過這一串 這個花 不過 這個花 這個細花的呢 現在有一串 幾乎全開了 看到 那這串 這種很容易被風吹 歪掉 所以這個 這個品種的呢 你一定要有 架鐵絲 然後蘭花夾夾住 那這一串呢 你可能看起來 不過癮 我就把另外兩盆 拿過來 我們來做 誒 誒 模擬一下 好 模擬一下 其實呢 這個最好呢 可能需要 一點支撐 稍微支撐一下 不然它都會倒倒掉 那這一個呢 就 這個就還好一點點 這個就沒有倒 但是呢 就是 好吧 給你 不過這樣卡起來怪怪的 拿個鐵絲來固定一下 好 這樣子看一下 會不會好一點 我瞧一下角度 這樣子看 你看 這蘭花很高 快到我的胸部 這蘭花像這樣子 可以長這麼高 這花朵就 就有機會 有的可能有機會到30朵花 然後花朵很大顆 之前呢就是被牙蟲搞掉 萎縮掉了 一二三四五 五六株啊 有的還甚至發育不良 還是發育不良的 如果要不是之前呢 被牙蟲搞掉 不然今年 如果這一盆 開了好幾串花起來 也是會很 很嚇人的 看起來 很壯觀 那今天呢 我們影片呢 就是拍一些虎頭籃 盛開的影片 給大家看一下 有趣的朋友呢 你要種的話 可以參考參考 那我們今天影片介紹到這邊 感謝收看 再會